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唐政務委員 各位夥伴 大家早安 早安 真的 今天真的很難得 我們在 雖然是在假日 但是我們今天安排了 這個講座真的是不容易 因為我們唐委員他的時間真的非常忙碌 我們也做了一個時間的修正 造成了一些困擾 抱歉 但是我想在整個數位世代 跟未來之外的一個發展 我想我們身為每一個國民 都應該深知未來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 整個資訊教育的整個發展 跟未來我們在職業裡面 我們所面臨到的一些問題 我想在整個學習的歷程裡面 我想這個數位世代 帶給我們雖然有很多的一個資源 但相對的也要用對方法 所以我今天很高興能夠請到 我們政務委員 唐鳳唐委員 替我們協校做這樣的專題的一個講座 最主要就是引導我們所有的夥伴 我們在整個協校 在諮詢教育也好 或者是在職場裡面 未來諮詢教育的一個趨勢發展 跟學習的一個方式 我們都有一些變化 所以我想這個機會 機會真的是難能可貴 我想這個時間呢 我們不耽誤太多 我們希望從我們政務委員唐委員的 整個建置諮詢教育的方向 跟未來我們學習的一個態度 等等呢 給我們做一些提示 我相信我們只要抓對方向 我們在未來的整個發展 跟學習呢 都會非常順暢 也會有滿滿的一個收穫 我們再記住各位的掌聲呢 來感謝我們政務委員 在擺盲當中呢 能波隆這個時間呢 來給我們做一個講座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我先要介紹一下我們的一個 我們學校的貴賓 是我們家長會會長 謝謝 大家好 我高興你們在會長上次 這次的演講一下 很熱心的參與 那我們話不多說 我們就OK 我們就開始了 謝謝 大家好 非常高興能夠來這邊 那接下來兩個小時的時間裡面 我要講什麼 是交給各位決定的 就是說如果有 能夠掃QR Code的話 可以掃這個QR碼 如果不行的話 也可以透過手機 或其他可以上網的裝置 到slido.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0120 把它簡號不用輸入 如果掃QR碼的話 應該是會直接進來 那我看到剛剛有些朋友已經進來了 那進來之後可以試著 就是你會看到一個大家早安 然後可以按讚 不用我講已經有兩個人按讚了還不錯 對 那它的概念是這樣子 就是說第一個是說 大家隨時都可以聽出任何問題 那因為這是匿名的 意思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在滑手機 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們問的 所以就是很歡迎問任何問題 好 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那你也想要問的話 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按的讚的數量越高的問題 越會跑到上面去 那最新的問題 當累計三個以上的時候 會這個放在就是右下角 那我每次在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 好比想像這個 我就會把它高亮度起來 然後就是說 那大家早安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被修起來 所以我待會我會先花大概三分鐘的時間 先放一個影片 那放影片之後我就回來處理 就是所有這邊大家聽出來的任何問題都可以 那如果這個問題我回答不出來 我也會說回答不出來 對 然後那這兩個小時 如果結束 然後還是沒有辦法回答全部的問題的話 那就是先跟各位說不好意思 所有的問題我都會看到 那然後第二個是說 如果我們兩個小時還沒結束 那我就把所有問題回答完了 那我們就提早結束 不過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種事情大概今天也不會發生 然後如果任何時候有人願意舉手的話 那舉手的那個優先順序 就是剛好過我在線上發文的 那所以舉手的話 我們就可能請工作人員幫忙 滴一下麥克風 我們就可以直接就是做著對談 不過通常就是舉手需要一點勇氣了 這樣子 好 然後已經有些朋友開始發文了非常好 那你就看到大家的問題自己也想問的 就盡量按讚 那我大概先花三分鐘放一個影片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我這兩年來 擔任就是數位政委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的三個主要的工作的面向 那在這個之後 我們接下來全部的內容 就是由各位的問題所擔任 每一個部會 現在都有一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朋友們呢 是專門針對這些在網路上的朋友們 直接進行對話 之前就有知道這個用於平台的連數 我其實本來預期是 我一定要打很多關 在報酬上大概一兩百萬人會去用 可以改變這麼大的事情 我覺得有這個路徑是很棒的事情 我們跟民眾一起寫作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附近是有一個正相關的一個關係 那是有一個人 人們從一家來 去解釋自己的方式 去解釋自己的方式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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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社會創新能夠茁壯 立即點在於行政部門 以及公民社會中間的互信與協力 剛開始是我們是一個NPO非移擬組織 那想要用非移擬組織的模式 來設立一個股份有限公司 這個部會都來開會 來溝通這些的光景當中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對以前來講的話 已經往前進 前進了一個很大步 對今天我們要做新創做設計 這些的民眾來講的話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共同來努力 共同來追求 台灣一定可以越來越好 請灌溉 我接觸到很多民眾 他們是真的是想要了解社會企業是什麼概念的民眾 我們真的是開放社會之下 這個社會的這個床蠕蠕蠕 彼此我們就共同來發展各種社會體力 以前會覺得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好像 他們其實很想聽人聽人的聲音 但是他們可能生命就接觸不到自己引擎人 我們的任務跟角色就是可以把這些多元的聲音 帶到這裡面 一方面是協助 一方面也可以是監督 讓我們的整個運作跟制度分配 都可以打到一個更公平的 社會正義的地步 如果覺得政府網站難用 或覺得它不好 它來就對了 來的話你就有辦法改善這些東西 便停留給我們 那種真心的 做法 最終的 其實就是 沒有任何人 著名的 讓人 На 是 這當然 其實 就是 在 他 反正這個最後這17個就是我現在身上傳的17個顏色 就是所謂的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就是2015年的時候聯合國通過說 到2030年的時候不管是經濟上、環境上跟社會上 都要有169個就是等於全世界都覺得是應該要做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是所謂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如果切換不了的話沒有關係 我就直接用這台電話繼續講 OK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看大家有什麼想要討論的部分 有一個相當有意思的問題就是說 像slido這樣子的網頁功能要怎麼樣製作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問題 以我的理解就是這樣子的網頁它分成前端跟後端兩個部分 它的前端其實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會一個叫做HTML的一個網頁製作的語言 然後呢加上現在的就是游覽器它都有一些自動同步的一些功能 那就很容易把這個前端設計出來 其實你只要等於是繪畫、線稿 大概就可以製作出這樣子的前端來 那這樣子的後端其實就是有點像是聊天室 現在也有非常多的技術 可以讓你直接接到現存的聊天室裡面 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前端跟後端分離 像剛才在影片裡面有特別講到說我們的報稅軟體 報稅軟體大家之前可能都用過 那但是在去年5月的時候我們的報稅軟體 如果你是用Mac的就是蘋果電腦 或者你是用Linux的電腦的話 就會發現說它非常的難以使用 因為它用到一個我們叫Java Applet的一個技術 那這個技術它的原廠就是Oracle已經不想管了 所以到最後就很難這個報稅 那據說像我們華國昌委員等了四個小時還沒有報完稅 這樣是非常困難使用的一個東西 那後來呢我們就是剛剛影片裡面有提到 就是我們讓實際來連署的朋友們 有人來連署說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一片都是非常酸啊 就是要承認部長下台啊什麼之類 去年5月的時候 那後來呢財政部因為我們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邀請所有罵得最熊的人說 因為這個你有在網路上留言嗎財政部 所以我們就邀請大家來財政部資訊中心 一起設計新的報學系統 那很有趣的就是這個邀請移送出來之後 風向馬上就有逆轉 本來是八成是在說觀光網路怎麼樣啊 財政部長下台啊 但是這個邀請還移送出來之後 就馬上變成八成的人都是有非常這個具體的 有建設性的正能量的這個批評指教 那只剩不到兩成還在那邊說財政部長下台 已經沒有人理他們了 所以這很有意思就是說 這不是說會炒得有湯吃 是說會炒得進廚房嘛對不對 就是一起做湯來給大家吃 那所以我們就不然說 為什麼他們會就是這麼憤怒 那是因為其實林賢連署的就是一位 使用者體驗設計師 所謂誰在乎誰痛苦 所以他就是覺得說他的美學啊 使用體驗的要求啊 隨著蘋果每年的產品推出 他都水漲串包嘛 所以十年以前看起來還不錯的東西 十年以後就已經不符給大家的美學的需求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等於一起是花線稿 但是呢這個就只限於前端的部分 意思就是說我們在設計的就是使用者的體驗 他後端的部分就是報稅的資料庫 報稅的包含就是我們的所得的取得自動登載 健保卡的就是登入或者自然憑證登入等等 這些後端的部分都完全不用去改 所以我這邊想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說有的時候 不管是你是負責開那個資訊委辦的 或者是招標的 或怎麼樣的這個工作人員 其實你可以把前端的設計跟後端的功能 分成兩個標案 然後在這兩個標案前面還可以有一個 小額的規劃的標案 那通常這三個如果分開的話 而不是交給同一個系統整合上 一條龍去做它就是那條龍的話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比較有可能反映出實際的使用者需求 在這個前端的體驗上 所以如果你現在覺得 slido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那其實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就是使用它 這是一個免費的網站 那如果你覺得裡面的哪個功能 你覺得可以想要做得更好 其實你不一定需要從頭寫一個後端 你可以寫一個我們叫做瀏覽期插件 就是browser plugin 就是你跑在像Chrome 現在是Chrome Chrome上面任何人都可以寫一個說 我想要把既有的網站的前端做得怎麼樣更好 這樣一種補充包的這種性質 你不用去蓋這個網站的後端 你就可以直接去蓋這個網站的呈現狀態 那這個的製作方式呢 就是稍微找一下這個瀏覽期延伸透件製作 在網路上就有很多免費的資源可以做這樣子 那所以我這邊只分享一個這個我常常用的瀏覽期套件 那希望大家就可以舉一反三 這是我自己你看評分四點六分還蠻高的 那就是當你做出來的時候也可以在網路上給人家分享 這是我自己每天都會用的一個瀏覽期查詞 叫做News Feed Eradicated for Facebook 翻成中文就是說 Facebook臉書塗鴉牆滅除氣 就是它把它整個消滅掉了 所以大家可以很容易看到 當我上Facebook的時候 我的Facebook是長這樣子的 就是它是左邊有上面有右邊有 可是中間就不見了 它就把中間的整個塗鴉牆換成這個 立志的一句格言 就像學校那個上面都會掛的一些格言一樣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臉書對我來講 它就變成一個比較像瀏覽期的東西 就是我想要看什麼我才去看 我想要參加活動我去參加 我想要看直播去看直播 我想要聯繫朋友我就聯繫朋友 可是臉書不會反過來 在我沒有預期到的時候 一直給我一些好像我想要一隻滑一隻滑的東西 那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是想到什麼再去做 你跟這個的關係就是一個你主動的關係 所謂自發的關係 但是反過來講 如果是一隻滑一隻滑 然後每次都不確定要看到什麼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被動的 好像被決定的這種關係 那在前面這種關係裡面 你是越使用 越會覺得說那我現在要運用什麼資訊 我是一個主動主導權 那後面這個它是越用越會上癮 就是說它實際上是腦裡的那個多巴胺循環 就會變成說每次都忍不住要滑一下忍不住要滑一下 但是事實上它並不是在你的整天的這個工作 或者是生活裡面 有任何一個主導性的想法 而只是好像變成飛滑一下不客 那樣子一種上癮的情況 所以臉書的這個引頭我是沒有的 那就是因為這兩年多來 我都是改了臉書的前端 但是當然我沒有能力改臉書的後端這樣子 那這個前端的該的方法都很歡迎大家使用 我覺得這個對精神衛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教育工具 那除此之外當然還有非常多別的這些功能 那如果想要仔細寫的朋友們 就找這個網頁插著 web extension的開發方法大概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叫做hi的朋友想要問說 對於電子投票的推行進度如何 所遇到問題以及未來應用的考量 這也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之前其實在上一任中選會 對不起 上上任中選會主委的時候 應該是劉劉劉主委的時候 他就已經跟政大選委中心有試過 整個電子投票的一個流程 所以問題並不是在技術 問題是在信任上面 就是說電子投票不是網路投票 實在還是到投票所 那它主要是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領票的就是蓋下章的那個部分的電子化 第二個是計票的部分的電子化 那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當選務人員這一次 如果有的話我想要致上最高的敬意 因為這一次很多投開票所都說是 有點好像是被這個中央這個拋棄的一些 單獨的呂或單獨的臉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各種這個很有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這個要做非常多動態的調度 而且大家還是領一樣的錢 可是有些地方就要半夜才能夠回家 這是一個非常就是體驗上面 讓大家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當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像我們當時報稅軟體的時候 財政部的人是有驗熟 不是沒有驗熟 就是因為他們對於這個報稅的流程 都非常的熟悉 對於Java Applet的安裝也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們自己測的時候 這是五分鐘十分鐘就完成了報稅 所以那個廠商驗收才能過嘛 但是因為裡面的很多很基礎性的 關鍵的用語 或者是長達五十頁的這個手冊 並不是每個人報稅前都會去看 所以實際上像黃偉人要報稅的時候 就會變成四個小時 那同樣的道理 其實中選會之前也有做過模擬的 那個公投的領票投票程序 那因為他們都已經很熟了 所以這個模擬的平均 他們說兩分鐘蓋完就出來了 然後大家如果實際當過羞人員 這次就發現說絕對不是兩分鐘 因為很多人在裡面才開始看公投的主文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就是呈現說 我們如果在設計的時候 沒有把一般的使用者 而不是這些專家 就是把一般的使用者 納入一開始的這個評估的話 那很可能我們就覺得這個一定很順利 但是事實上只有對很少部分人很順利而已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具體要檢討的 所以在電子開票的部分 這個技術是相對比較成熟 這個就是像有一個叫做 就是Optical Scanning 就是光學 就是你把它想成點鈔機啦 這樣子的技術 在國外有很多時候 公投票它不是一張一張分開的領 而是如果你有十個公投的話 那它就是一張卡片 然後有十個你可以畫是否是否的 類似答案卡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當你這樣子投票的時候 它還是紙本嘛 但是在計票的時候 它就是一整天拿出來 然後就放進像數超級 然後它就用光學數外 然後就把這個 它實際的數字顯示出來 那這個呢 其實並沒有讓投票變得比較順 它是讓開票變得比較順 就是計票變得比較順 但這個也是很重要啊 因為你四點鐘投完的話 如果用光學計票四點半 大家就可以下班了 那但是如果你是用人工唱票的話 那完全就是跟公投的暗數成正比 如果下次有12暗的話 那大家又要再晚一點點下班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自己是覺得說 計票的電子化很可能是要先走的 那但是當然這個就是信任的問題 雖然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數學的方法 好比像說在全台灣的投開票所 隨機的去抽驗一些 讓機器點一次 讓人工唱一次 來確保說這個機器本身沒有被動手繳 那又或者是說 我們甚至可以讓每個人在這樣子勾完之後 留一個驗證嘛 檢查嘛等等 這些都有非常多數學的這個方法來做 但是呢 最重要的還是說 各黨派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那各黨派當然很明確的是告訴我們說 呃 在選人的這個部分 他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 用這樣子的方式做 因為選人的部分 會有小朋友差千分之三 要驗票 目前正在驗嘛 的這樣子一種情況 那所以 這樣子的話大家覺得說 社會信任的成分比較高 不過公投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沒有差多少要驗票等等的這個法律的條款 所以確實電子機票可能 接下來是公投先行 但是 因為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所以我講這些話的時候 都要加住一個情侶 就是說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我對他並沒有獨導之這個權限 那到最後他們要怎麼決定 還是由中選會的委員們來決定 那他們應該是過幾個禮拜 會給我們一份評估報告 那至於在投票的部分的話 也有人想說是 像他們跟政大選研所的合作 是有點雙軌兵性 就是說如果你還是想要手動領票 那你可以去手動領票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 尤其是如果他是肢體 或者是視覺 有一些障礙的朋友的話 可能就有點像無障礙同道一樣 就是有一些地方是讓他可以 進去一個稍微比較大一點點的 這個秘密隔間 然後在那邊也許是可以用聲音 或者是觸控 或者是等等的方式 讓他還是可以完成秘密投票 然後他點選完完成投票之後 他就列印出 就是所有他剛剛點的公投的那個單子 出來給他 那還是一張人可以寄的一個票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是電子投票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也不一定會變成所有人都要做 他可能就是願意這樣子做的人 這樣子做 那這個呢也是中選會正在評估的 那同樣的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或者他並沒有知道這權限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 我們如果再讓這樣子機票的狀況 一直就是弄到那麼晚的話 很快我們大概就不太找到選務人員了 所以我覺得選務人員的生活品質還是非常重要的 那前面投票的部分 如果中選會最後評估出來是說 沒有我們就是把投票所場地加大就好了 那我也會最終中選會 那這是我們目前大概評估的狀態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關於108的新課綱 有沒有建議高中職學生必選修的核心課程 這個因為我是之前這個課發會 就是課綱的課程發展可能會的委員 那所以這個我作為課發委員 這個看到這樣子的問題 就只會有一個標準答案 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結合在地地方的社區的特色 由學校課發會所規範出來的 不是由中央的教育部所指定的 它越能夠融入在地的 我們現在所謂的地方創生 就是說越讓學生能夠知道說 他們學的這些必選修課程 它是能夠讓這個社會這個環境 在當地變得更好的 那我們就越會推薦課發會結合在地的社區去開 那但是這個課程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就好像大學的USR 我們不會去有教育部指定大學的大學社會責任 要是哪些內容一樣 我們在意的是說 它的這個課發會的這個形成的過程 是有納入家長 有納入社區 有納入各方利益關係人的意見 那為什麼是這樣子的回答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觀察到說 其實日本在推地方創生融入 就是國教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學生他在12年國教的過程裡面 有至少三年左右的時間 是學跟地方有關的所謂的capstone project 就是說他做一件事情 他是為了要達成一個社會或環境或經濟的影響力 而不是只是為了自己考高分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他到了大學 他是離開這個地方 他跑去東京 讀東京的大學 那他選的課程很可能就是他的地方用得到 然後他在東京讀完大學之後 很可能就會回到家鄉 然後去繼續把家鄉做得更好 擔任組織者或擔任貢獻者這樣的角色 但是如果他在國民教育階段 沒有跟地方的文化特色傳承等等做結合的話 那麼他到東京的時候選的科目 很可能就跟他的在地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這樣子完成了他的學業的時候 幾乎是不會回到他的地方去 那當然不會回到地方去 那地方就會有各種人口結構性上面的問題 就會開始產生 那所以我們現在推地方創生計畫 跟我們所謂的就是在新課綱裡面 希望各地在地的課發會 能夠多跟在地的社群 一起開發出必選和課程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會希望說大家在學的時候 這個學意志用 不是等很後面碩士畢業 或甚至到博士或什麼時候 再去想怎麼樣去應用 而是說自己在甚至國中或高中的階段 就已經去想說那我學這個東西 我怎麼樣用在我周遭的人身上 我怎麼樣子去讓大家生活變得更好 那如果能夠往這個方向扣合的話 那他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自發互動 夠好的這三個主要的素養群 都可以一次達成 而不是好像以前那樣技能導向 就是分門別類 我這邊夠一個素養 那邊夠一個素養 的這樣子一個情況 所以他越能夠跟在地整合 我覺得就越值得學上來開必選修 大概是這樣子 有七位朋友們問說 這個唐鳳現在在網路上已經變成一個動詞了 那就是被唐鳳了 就是盛傳在這個臉書上面 這個封殺一聲 有什麼看法 當然一方面我覺得說台灣是 其實我們這個區域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最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如果看國際上人權組織的這個公民社會空間的這個monitor 就是監看器吧 這樣子一個概念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他們隨時就是會報導說 在全世界各地對於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的一些前置 那如果這些發生的時候 這個地方就會開始扣分 那扣到最後就會變成這個紅色的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說 在我們這個區域 如果你選亞洲 然後再選完全開放的話 就沒有沒有別的了 就只有台灣而已 那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在一個完全的有機會結社言論自由的地方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自己小時候還在戒嚴 我也還記得所謂沒有言論自由是什麼狀態 那所以只要我這一輩子 比我年紀大的長輩們還記得那個情況 我想台灣對台灣來講言論自由就不是一個工具價值 而是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說我們好不容易爭取來言論自由 我們並沒有想要回到沒有言論自由這樣一個地方 那當然也許過兩百年之後 我們就會跟老牌的一些國家覺得 言論自由就是工具價值 但是我們在接下來的一兩代裡面 我覺得言論自由還是台灣的核心價值 那我覺得這是台灣的identity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認同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全世界都在看說 我們要怎麼處理各種就是假訊息 不實訊息的問題 但是又不可以去做任何的事前審查 又不可以去侵害到言論自由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關於網路上面大家把我的就是名字 當作動詞來用的這件事情 當然一方面我是覺得是提醒大家說 台灣覺得言論自由非常重要 我願意把我的名字捐出來做這樣子的使用 那就是就像那個谷歌兩個字 Google也變成動詞了嘛 就是名詞動詞的話 這個就是表示說大家很在意一件事情嘛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自己為了這個不受這個臉書的 這個牆面的精神污染 我是確實有使用一些這個延伸的套件 來這個其實改變我自己的臉書的這個使用體驗 但是我絕對沒有那個權利 也沒有那個興趣去改到臉書的後端 所以那個當然是不可能的 其實稍微想一下就知道是不可能的 但是關於我的名字被這樣子使用 來互相提醒 我覺得這整體來講 對台灣社會重視言論自由 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並不反對 只是大家繼續用我的名字 當作動詞來互相提醒說 言論自由是台灣的核心價值 有八位朋友們詢問說 現在的I世代 實際上使用網路跟他人交流 青少年跟青年有逐漸對外在的事物不關心 沒有動力的一個傾向 但是網路資源又是不能夠割捨的未來資產 可以從何處著手幫助學生對現實生活抱有熱情 並且焦點回歸在人生的規劃跟實施的熱情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自己之前有一陣子台灣 可能有些人還在玩 這個有個遊戲叫做Pokemon GO 就是神奇寶貝的那個手機的 叫做擴增實境的那個遊戲 那個遊戲可能在這一代比較好玩 因為像我在台北市玩的時候 大概就是以那個變電箱 就是台電的變電箱去躲 因為變電箱上面有彩繪 所以是也被當作公共藝術 然後所以大家就會一直去逛台電的變電箱 這樣子很有意思 Anyway 那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這個 在當時這個遊戲流行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很多是 可能祖父祖母然後帶著孫子孫女 然後就在旁邊去逛 然後其實你也看不太出來 到底是哪一邊在帶哪一邊 因為這個對於兩邊來講 都是新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就比較不會有 世代之間的疏離的情況 就是不會有一個世代覺得說 我不能動 然後他都不懂 或者反過來講 新的世代覺得 只有我懂這個人都不懂 而是說雙方都可以加一些新的東西進來 老一輩可以分享說 這個地方在以前是怎麼樣的情況 他的歷史的記憶是什麼 為什麼在這邊抓得到這些東西 可能因為當時這個以前是一個水郡啊 或什麼之類有一些相關的歷史之一 那當然新的一輩也可以分享說 他從二次元的世界 怎麼樣認識這些新的Pokemon 這個頭胎怪獸啊等等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甚至 我有幾個朋友 還特別發起了一個網站 叫做愛等義.tw 那愛等義就是愛台語 那它就是讓所有大家不知道 要怎麼樣翻翻譯的字 都可以這個輸入進來 然後它就可以這個 然後它就可以這個 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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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這意念能夠進入這個台語 因為你要等到教育部去把蜂蜜蜜蜜蜜 編到台語字典一定要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我們就是自力救急 那就讓大家都可以een容易地來翻譯這個 像寶可夢 貓蕭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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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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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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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這些新的詞 然後蟲等等的這些新的詞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寶可夢要怎麼翻成台語 寶可夢 寶可夢 這蠻不錯的 對 確實是有人 對 其實是有人這樣子講 那也有人說是 目前最高評寶 對 那 落地牙怪獅 目前最高評寶是 落地牙怪獅 對 那當然也有人比較惡搞 可氣功 之類的 好 好 那 anyway 對 硬硬硬怪 就是所有人都覺得不應該這樣子翻譯 14個人說 就這樣怪怪 對 那重點就是說 不管是文實工作者 或者是對在地有興趣的人 其實你透過像這樣子 一種社群的結合 因為大家有相同的主題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梗 有相同的梗 大家就可以有跨世代的對話 那其實最重要的其實就是傳承啦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說 這個真的很好玩 對於不同的世代都是新的 而且也不只主婦女跟生子孫女嘛 這個比較中壯年的這一輩 只要有空的時候 我也看到有一些人 他就是開車 然後一直時速29公里 然後大家就一路抓 就是說每個世代都有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一面貢獻 然後一面就可以自己去 再加更多的文化歷史教育等等的這種意義過來 所以就一個方面我覺得說 擴增實境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概念 那擴增實境如果能夠去把大家的這個手機 或者是平板或什麼 變成現實生活中添加上去的 而不是取代掉現實生活的 那這個呢我覺得就是很有幫助 叫做這個其實就是所謂assistive technology 就是輔助性質的科技 像我現在用slido 也是一種輔助性質的科技 就是說其實我大部分的注意力 還是聚焦在各位的就是表情上 但是呢因為只有這個highlight 所以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現在正在討論什麼事情 所以它不會浪費掉大家的注意力 反而它會讓注意力更加集中 而且其實我也知道兩個小時的課程 大部分到了第三十分鐘的時候 大家就會忍不住 開始想要找個什麼東西按讚了 這是非常正常的情況 對 那我們做教師是不能夠跟這個 這個就是按讚的這個東西去拼的 一定輸嘛 那所以就大概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你禁止學生使用手機 那這樣學生大概到三十分鐘 就會開始出現近段階段的症狀 那但是第二個就是會開始發抖之類的 手會開始發抖 然後那或者你可以把它 徵收過來變成教具 所以像剛才要大家掃QR Code 其實就等於是把大家手機徵收過來 變成教具的意思 就是說按讚那個衝動還是可以滿足 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把別人的問題按個讚 那流言的衝動還是可以滿足 因為流言會跑在這邊嘛 所以那個就是大家腦裡那個多幫 他回路才是這個有滿足的 但是這個就是大家在滿足過程的這個產物 這個產品 就像那個寶可夢的那個翻譯啊 台語啊什麼一樣 它是累積在一個 大家都有共同主題的這個狀態 而不是好像每個人都往不同的狀態去走 然後大家的注意力才能夠因為這樣子而集中 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說你設計出這種空間 是我們叫做collaborative 就是協作式的空間 大家是協力 但是不需要事先說我們一定只能放什麼東西進來 就像我也沒有限制大家一定只能問什麼問題 然後呢你把空間設計成 就是大家只能夠加進來不能夠拿走 好比像說像這個螢幕 你就不能夠回應別人的問題嘛 所以你也看不到人生攻擊 你也沒有辦法去回覆別人的問題問得好不好 你只能說你如果看到覺得這個問題不太好 那你就問一個更好的問題 所以像這樣子的情況下 但是就不會彼此抵銷 那就只會彼此加強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它就這個數位工具就變成現實互動的一部分 而不是把現實互動裡面的小部分小部分把它拆開來 所以當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一反三啦 但是這是基本的空間設計的這個概念 有十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對於同性的公投議題 要怎麼樣跟現今的教育來連結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跨世代對話很好一個題目 我自己的阿嬤是今年八十六八十七歲吧 那我每個禮拜都會跟她打電話 然後每個月都會回單水看她 我們家裡四位長輩就是阿嬤爺爺爺外公外婆 阿嬤是最年輕的外公一百零一歲了 那都還健在 然後我就是每個月會單水看她們 那當然每個世代對於事物的開發生的不一樣 那我阿嬤是虔誠的天主教徒 我也也是 然後所以她入港人 然後從小就是聽她在那邊念玫瑰經 然後書五書那個念珠啊等等 那我不曉得天主 那英文是變了 但意思就是說她有很虔誠的天主信仰 那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這一次的公投 那她也是承受了很多不同方面的這個訊息 她的教會當然希望她用一個方式透 那她的小孩希望她用另外一個方式透 然後呢她在綜合考慮之後她就決定不領公投票 所以這個她就沒有領公投票 那因此稍微減輕了選文人員的負擔 那但是我們會這個很坦白的討論 那主要就是說她教會的 主要是她同年級的朋友們啦 那跟就是更年輕一輩的朋友們 對於婚姻那樣子 是有很不同的想像 那我自己因為剛好在兩個世代中間 所以是可能比較客觀的來看這件事情 就是說 對老一輩的朋友們 其實婚姻在台灣 一向都是一個社會行為 是一個儀式行為 就是說 當然我阿嬤想像是就是牧師啊 政魂啊等等這些東西 但是當然大部分人可能還可以想像是好命婆啊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民間的這個 要辦一個盛大的婚禮啊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儀式 重點是說這個儀式完全之後結婚就發生了 那在2007年以前 那個政府只是事後追人 甚至你不去等級 這個婚禮都還是有效 你只要能夠去提出證明說 你有公開辦一場婚禮 這個結婚就是有效的 這個叫做儀式婚 就好像我們人出生了就是出生了嘛 你什麼時候去領這個健保卡身份證 那個是後面的事情 但是你不能說這個人他沒有出生 但是到底身份證的時候才出生 這好像不是這個正確的想法 那所以其實老一輩全部都是對婚姻是這樣的想 所以它是一個社會行為 但是我們在2008年台灣的民法做了一個修正 把婚姻從儀式婚改成登記婚 那登記婚的意思就是說 我完全不管你有沒有舉行過婚禮 完全不是重點 你是要找兩個人去護政事務所登記 婚姻就發生了 所以婚姻它變成一個行政行為 就好像我們要繳稅一樣 變成一個行政行為 那變成行政行為之後呢 其實你可以不辦婚禮嘛 有很多人是不辦的 那甚至有些人就不辦婚禮 那這個也是可以的 那這個在以前老一輩的想像裡面 其實跟以前的婚姻想像 可以說是不同的東西 但是只是用了同樣的一個名字 所以就是我跟我阿媽討論的過程裡面 我就發現說 其實很多朋友們走進公投投票庭裡面 然後看到說你是否同意 什麼婚姻什麼名法什麼的時候 大家看到的雖然都是同兩個字婚姻 但是腦裡浮現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大家對於公投的實際效力 當然到現在都還有一些討論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就是促進世代對話 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就是大家對於婚姻這兩個字 事實上是兩件不太一樣的事情 但只是碰巧用了同一個字 對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大家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 做一個就是實質的討論 而不是只是好像就是互相拉扯 因為互相拉扯的情況就是說 凱加好像各自講的都很有道理 但事實上是用同樣子 在描述不同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其實是很難去聚焦 但是當我們有透過這樣子一個機會 去聚焦的時候 像我有很多朋友 他是藉著這一次公投的機會 去跟他家人出櫃 就是說跟他家人說 他在這個就是同性、雙性 或者跨性上面的一些經驗 那當然主要原因是為了拉票 那但是就是不管他有沒有成功拉到票 至少他都讓大家 能夠更容易的去做這種跨世代的對話 所以我覺得在這整件事情上面的重點是 跨世代的生命經驗 要怎麼樣子 像剛才講寶可夢一樣 是大家都能夠去添加上去的 能夠尊重大家不同的實際的生命經驗 然後能夠了解到說 可能有的時候就是在用字上面 我們用同樣的字 可是在講的是不同的意思 那如果就是各位是從事心理教育 或相關的教育的話 那當然可能工作結果出來之後 會覺得對工作有些衝擊 但是我也覺得說 把這樣子的衝擊的過程 就是如實地去跟下一輩的學生分享的話 那這樣的話這個學生 他就比較能夠了解到 他的上一輩、上上輩跟上上上輩 有實惠朋友問說 充斥著大量的假新聞跟假消息 要如何處置 除了被動不看 來路來源不明的話 要怎麼樣子去 像我剛剛把那個臉書和牆整個關掉 就是一種過濾的方法 但是當然這個可能對大家而言 有一點這個 就是不一定能夠 一下子就能夠跳到這樣子的狀態裡面 所以我這邊是有幾個推薦的 大概都是公民社會朋友 有自己建置出來的工具 那像大家如果有用LINE這個團體的話 應該蠻多人用 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這是社群的 這不是政府所建置的 雖然看起來像是GOV 就是政府網站 但不是這個實際上是一個零 所以它是G0V的這個民間團體 所發起的一個專案 那然後我也要幫他們講一下說 這並不是有性品上面的問題 因為每次進入這個網站 他都會換一個不同的人生態名詞 OK 對 他並沒有這個性別歧視 OK 那所以 當你進入這個網站 就叫做真的假的 這個網站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有一個QR Code 那這個QR Code 它就是一個LINE上面的一個機器人 如果你掃描QR Code的話 你就可以把這個機器人 加成你的LINE上面的好友 那這個機器人是做什麼的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真的假的 好 那所以當你看到一個訊息 然後你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的時候 你可以講成一個反射的動作 就是先問真的假的 其實這個時候 大家就如果 你能夠稍微停一下一秒鐘 先說真的假的 那這樣其實大家 忽然之間那個轉傳的那個衝動就會消失 那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它真的是有用的 就是如果你把它 就是 就像剛剛大家按讚的衝動 被我拿到slido上一樣 這個也是把大家想要轉傳的衝動 這個放到機器人上 就是你就轉傳給這個機器人就好 如果你真的很想轉傳的話 那這個機器人 對 那這個機器人會做的事情 就是它會幫你去 有一個群眾的事實查核系統 讓大家一起集思廣義來找到說 目前正在流行的這些訊息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為什麼它叫真的假的 所以呢 在以前 因為LINE它都是點對點的加密傳輸嘛 就是意思就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用Google 就知道現在LINE上面正在流行什麼 但是現在 因為有大概五萬多位朋友們 現在在主動的回報 就像以前垃圾的家片郵件的時候 你會舉報垃圾的郵件 是一樣的道理 那它就會把它放到一個網路上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一次看到說 目前現在流行的 有兩個人以上 這個在回應的 這個流感病毒 這個長的是什麼樣子的 像什麼賣片也會怎麼樣啊 這個 之類的 就是有一律的燕麥傳品 2017年1月就沒有輸入台灣的紀錄 所以其實這個 雖然正在轉傳 但是事實上是假的 那 然後或者是 當然也不一定流傳的都是假的 就是 有的時候是真的 像這個是說千萬不要吃這個生肉 可能會失去病菌 或者可能更糟 但是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真的 所以它會標記成的很有正確訊息 所以就是說它是有真的啦 不是只有假的 那但是就是說 那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把本來只是私下在流傳的 好像是地下的東西 把它地上化 因為每一個正在流傳的謠言 等於現在都有一個網址 那大家可以分享這個網址 可以進行討論 那當它還沒有那麼感染力的時候 就在大家的心靈裡面進行討論的話 其實這個就是疫苗或者抗體的意思嘛 最早的抗體或疫苗 它的製作其實就是 把傳染力比較弱的病毒 然後先讓大家感染一下 然後這個體內自然有抗體了之後 真的那個病毒在流行的時候 你就不受影響 那所以同樣道理 真的假的也是說 當這些謠言還沒有這個變形成 真的會造成大規模為患或恐慌的時候 就先讓大家習慣說 對嘛台灣就是有這些謠言在流傳 那當你轉傳給LINE的這個機器人的時候 它就可以回應給你說 沒有這個是假的 那所以等到之後這個的變形 開始大流傳的時候 那各位就好像有接種過疫苗的人一樣 就可以在公共衛生上面 讓這樣子的心靈的流行病毒啊 不會繼續去傳播 那當然我大概這個頁面不要停太久 不然真的是有精神污染之餘 那但是就是說 這是民間自發的一個 查證的一個系統 那在這個把LINE上面的謠言 提到公開的領域之後 那還有一些就是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發起了就是TFC就是台灣史史查核的中心 那這個呢 它不像真的假的 是處理就是私下流傳的 它處理的是已經在公眾引請注意的 所以真的假的有點像第一棒 然後它比較像第二棒 它會接棒 那接棒之後呢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有很多的正在轉傳的 只是好比像說 這個網傳公投是文明主權最高的展現 超越了憲法 那它就很明確告訴大家說 其實不是這樣 因為公投是法律違結 法律違結 只能抗衡法律違結的東西 這不是制限公投 這也不是這個修憲公投 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效率 那所以 但是你看這個轉傳跟分享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Facebook上面已經達到一個 就是幾千人分享的這樣子一個狀態 所以他們就是透過就是 他們自己的Facebook的經營跟分享 讓這個東西的轉傳能夠 它沒有辦法在版面上平衡 但它至少在時間上平衡 它問了哪些人 然後用怎麼樣的方式 去得到一個獨立的這個判斷 那同樣的這個NPO 它也完全沒有這個政府的人 或者錢或怎麼樣 它完全是就是 關心傳國素養的一群朋友們去組成的 那所以它的事實查核報告 事實上是國際認可的 在國際上有一個叫做 國際事實查核網絡IFCN 那TFC是裡面的一個成員 那參與這個國際的組織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凡是它的成員做出來的查核報告 臉書已經承諾在明年第一季 他們就會把這樣子的查核報告 變成他們的演算法的參數之一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如果在這邊已經明確的說是不實 那在明年這個第一季的時候 本來的這一則它不是不能看 它沒有下架 但是底下會有一個明確的標示 說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已經查核這個訊息為假 那所以你在按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報告 所以它並不是侵害言論自由 它還是可以PO這個東西 但是它會很明確的有一個平衡 就是說測試經過查核 而且是假訊息 那你當然還是可以轉傳 可是就是要不要想一下再轉傳這樣子 那明年第一季臉書會做這樣子的實踐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臉書它的權重 就是你的那個牆面 就是我看不到的那個牆面 它要怎麼樣決定你對什麼有興趣呢 通常是按照你對什麼東西會按讚 或者按愛心 或按苦 或按憤怒 這個它會去計算 那但是呢 在臉書的點算法設計上面 其實他們也發現到說 越是這種不實的留言 越激烈的留言 大家越會停在臉書上 那所以它還沒有到犯法的程度 可是呢事實上 大家就會有一個先入為主的感覺 就是說 大家按讚的 或一直分享的一定是好東西 但其實不是嘛 它很可能是一個謠言 所以臉書也承諾說 在明年第一季 就是事實查核中心 實際接近他們系統的時候 他們會調降這個的權重 目前應該是調到五分之一左右 那當然這是他們自己的演算法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就比較不會再去看到 被事實查核中心查核為假的 臉書訊息 那除非當然 如果你只有這一個朋友 那我還是會看到啦 那但是如果你有別的朋友的話 他就會優先給你看 你的別的朋友的訊息 那就會把這些東西的傳染力把它減弱 那以上都是就是民間自律的成果 那當然我們在公部門 我們自己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及時的去做反應 這樣子的話 民間的這些朋友 才有這個素材可以來運用 所以像我們的這個行政院的官網 我們就一次集合了所有部會 那我們現在對所有部會的要求 就是說每一次跟我們部會有關的 這個不實訊息開始流通的時候 那我們在假訊息的這個訊息澄清的一個專區 我們就會在四個到五個小時之內 去提供我們這部委所提供的這個資訊 然後讓這個想要事實查核的朋友們 有這個具體的東西可以去使用 但我不知道現在網路出了什麼問題 但是anyway 那反正大家可以這個自行然後補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現在的這個防禦網 大概是三部分 一部分就是新客棟裡面講的媒體素養 媒體試讀的部分 這個是打底的 就好像是大家看到了任何東西 不管它是不是配一個無視的照片 還是它是不是用標凱體書寫 不要因為它用某個格式書寫 就覺得它一定是真的 任何訊息都要用批判思考的態度 來自己做出判斷 那這個是國民素養教育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透過像真的假的 以及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這種也算法式的讓大家來進行這個 舉報跟查證的這個動作 那就像剛剛那個台語字典 也是大家自己編的一樣 這個也是大家都可以來參與的部分 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就是說 政府當然我們有這個責任 在任何不實訊息開始流傳的時候 我們就即時的提出澄清 那這個即時的提出澄清 會反過來變成這邊的媒體素養教育 跟試讀的材料 以及這個查核的材料 所以就我們目前大概處理 這件事情的一些方法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AI從國小開始教的 這樣子一個新改變 讓這位朋友覺得非常的突然 想要請教資訊教育規劃的宗旨 然後在國小跟國中分別要達到什麼目標 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那我先把這些留言關一關 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 我自己啦 就是在我的辦公室 做一些資訊素養教育的一些經驗 等一下 就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辦公室 好 這個 這是我辦公室 它是在那個 台北 也有一個叫做建國化石的隔壁 本來是空軍總部吧 空總的那個地方 那現在是叫做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C Lab 那在裡面的 不是靠空總是比較靠浮華的那個角落裡面 我們有一個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Social Innovation Lab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的辦公室 那它的當初大概到現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面的整個設計 都是由上百家台灣的社會創新團體 社會企業啊 然後一些NPO啊 一起來設計成的 像這個足球場 其實大家來了都會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血汗兒設計的 就是說我們有就是Down syndrome的朋友 血汗兒們其實在理解這個世界的時候 像我自己可能是用數字跟文字來理解 那有些朋友可能是空間互動 有各種不同的就是偏好的認知模型的態嘛 那這些血汗兒朋友們 他是透過幾何的方式來理解世界 那他用 反而是其實藝術治療 可是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可能是反過來我們被他們的藝術治療 就是說他們畫出他們看到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那個線條那個配色 它是就是比泛骨還要這個有沒有創意 而且是讓大家一看之後就會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後來他們這些做藝術治療的老師們 就把這個變成了就是視覺設計 那不管在世大運啊 在很多的國際的品牌啊 或者在我們社創中心都有應用這些血汗兒的創作 那這個時候就讓大家進來的時候能夠了解到說 其實並不是所謂照顧弱勢 而是找到每一個不同的多元朋友的相對優勢 然後在這裡面去進行調整進行討論 那在我這個辦公室 我每個禮拜三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都在這邊 那任何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那找我聊天的過程只要願意公開 我都有40分鐘跟大家聊天 那在過程裡面呢 每個人就會討論出各種各樣新的 他想要在這邊做的實驗 像右邊就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朋友們 來跟我聊天之後 他們就把他們的一些作品搬來這個地方去進行嘗試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自駕車 就是它是完全不用遙控也不用人開 它就可以自己跑來跑去的車子 但是呢它是三輪車 三輪車雖然童謠裡面說跑得快 但是事實上它的特點就是跑得很慢 那所以它的特點就是它重的東西也不會怎麼樣 然後它的路權跟行人是一樣的 它基本上就是人走的稍微快一點點的這個速度而已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那它在一個這個相對可控制的場域裡面 而且呢這些三輪車跑來跑去的時候呢 因為它是所謂的開放硬體跟開放原始嘛 意思就是說只要你會寫程式 或者你稍微會一些電子電路 你就可以任意的把它 比如說它表示它不太知道旁邊狀況怎麼判斷的時候會閃紅燈嘛 那你可能覺得閃紅燈它放在這邊又這麼小 大家也看不到 所以又有人把它改成一整圈 就是好幾個類似這個彩虹的色環來表示它的心情 那也有朋友這個想要把它改成狗臉啊貓臉啊 它甚至會就是學狗叫啊 或怎麼樣之類的 就是說任何時候大家只要有一個創意 你不用去管MIT怎麼想 因為他們已經拋棄掉他們大部分的著作才三圈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的自己改一個出來 那它的成分也不貴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國中小階段 就是說這個會讓我們來社創重新的小孩了解到說 讓他看到報紙上或者家長跟他說所謂的自駕車 所謂的AI所謂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不會對應到一些好像很抽象 他沒有辦法碰得到的東西 他就可以想到說 他就是在跟這些新的物種一起相處 那這個新的物種一起相處的時候呢 他的第一手經驗 他很可能是像建國花石 那當時我們在城市黑客松的時候 就有人規劃出一整套流程 就是說可能長輩嘛 那我們也知道他在買花的時候 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負重的問題 就是你買了好幾盆之後 那你的拖車就很重呢 很重你也可以暫時寄放在哪裡 可是可能會忘掉啊之類 那所以就是說是 事實上這個使用者體驗不是很好 從常逛不到浴 見過浴室 你就得先休息一下 那但是呢 如果這個長輩們旁邊就有一台隨身的同伴動物啦 能夠一步一驅的跟著他走 然後你買個什麼東西 可能在什麼就往上面放嘛 那他可能還可以帶個兩三台 這個就是在後面這個隨時後架 那這樣你就逛得很開心 然後當你逛到浴室 逛完之後 就是買了一些浴啊什麼 往裡面放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坐上第一台 然後他就送你回家嘛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互動 那在過程裡面 它是完全以我們實際的需求作為出發 而不是以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們 怎麼想作為出發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這個就是所謂的恰當的科技 適當的科技 叫appropriate technology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好向科技的發明者來決定 社會要怎麼調適 而是社會去向科技的發明者要求 這些新的東西要怎麼樣融入社會 所以如果要問我說 所謂的人工智慧融入教學要教什麼 其實就只要教這一件事情 就是說人工智慧這個東西 不是別人寫了給你用的東西 而是一整套工具連 你隨時想要用就可以用的東西 那它是一個所謂的AI的一個民主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那麼在意說 每一所高中都要有換屏網路 可以連到我們的國家高速網路計算中心 任何學生他開始對AI有些想法 有些改作的時候 他應該可以很快的改很快的跑 就發現說因為他的生活因此而改善 那就算是老師在 例如說批改學生作業的時候 也可以這個自訂一些AI 然後你掃一下這個四則運算 就批改完了 或者是說這個你要做一些 直信的研究訪談的時候 現在也有這個AI Labs的那個 主字稿工具嘛 亞庭主字稿 那就是你就是 不管用在地的任何腔調講 那它的辨識率就比較準確 你就不需要硬要這個捲著舌頭 講這個很標準的普通話 也可以被辨識到相當不錯的一個成果等等 所以就是說AI 它是可以讓自己工作裡面的各個部分 你覺得說適合這些小部分 是有固定的輸入固定的輸出 然後這個過程是任何人來做都一樣 它不需要太多的人為的人工判斷 不太需要價值的判斷 不太需要生命歷程的分享 不太需要司法互動共耗 而只是比較像工具人的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要教小孩 也包含我們自己去用一個 我們叫做職務流程再設計 就是職載的這樣子一個方式 去看我們自己的工作 把裡面所有這些融的部分找出來 然後把這些部分交給AI去做 那這個時候AI才能夠融入社會 而不是說好像就是AI把整個工作搶走 並不是說整個工作裡面融的部分 我們做起來也會覺得自己像工具人的那個部分 那些部分才交出來 那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可以教小孩的 所以我想重點並不是在說 就是學生一定要使用哪些AI工具 而是可以了解到說所有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很容易的去改做的 那其實我知道有些學校已經開始用Scratch在教了 那當然我們還有很多別的不同的solution 我並不是只喜歡麻省理工學院 但是因為他們的這個就是圖像比較好看 所以就是還是分享一下 就是說Scratch的好處就是說 它在教程式設計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是從零開始寫 你不是對一個空的東西教 它是很多人已經寫了很多的遊戲 像你跟AI下棋或者怎麼樣 然後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改編 改編的意思就是說 你就是稍微調整裡面的一些參數 稍微抽換掉一些圖片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我改出來的 就好像剛剛的那個就是自走的那個三輪車 任何人都可以稍微改一下它怎麼表現情緒啊 怎麼互動啊 或者是剛剛講報學軟體 大家可以來改一下這個前 就是前端要怎麼樣去使用啊等等 所有這些大概都是很容易的 讓甚至國小階段的朋友 都可以來進行程式設計 跟做AI的參數的調整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非常多程式設計的部分 不一定像需要打字才能夠去做 而是你可以實際像是玩積木一樣 就是稍微把這個積木重新編排之後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實際的Scratch的程式長什麼樣子 對它的程式其實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在它的左側就是一堆積木 然後你稍微改了一下左邊的積木之後 右邊的這個互動式的東西 它就會開始移動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任何人只要稍微改一下這個積木的形狀啊 走向啊所有這些東西 那它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知道說 右邊的你可以抽換掉這個除片 抽換掉它走的速度 然後調整它的參數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 所以對小孩來講 其實這個是非常直觀的 就是你不用特別覺得 你要背哪些關鍵字 或者一定要學英文 或者要做哪些東西 而是說你可以就好像把積木 平來平去一樣 你改了一些數字之後 馬上它就好像玩電動一樣 在右邊那個東西就直接改變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它不符合邏輯的話 那這個積木其實就漸不進去 所以如果有玩過樂高的話 大概就可以了解到說 它會有一個很直觀的建構式 城市教育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那所以它真的就是會把 城市就是平積木這件事情 就算是低年級的小孩 大概也可以很容易的去了解 那所以這是我蠻推薦大家 可以試著使用一下子的 這樣子一種教學的一種工具 所以它達到的目標就是 不要覺得這是什麼神秘的事情 其實全部就是這樣 就是所謂的除媚啊 就是不要覺得說 這是別人寫好的 我只能用 而是任何人都可以改 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有實際上的朋友們問說 是不是贊同孩子帶手機到學校 我覺得這個是每一個學校 而且不同的年級啦 事實上也都不一樣 主要還是看我們這個導師的風格 就是如果導師能夠把手機 變成它的教材教法的一部分 那我當然就覺得說 手機就盡量帶來忙 你知道不要開聲音 就大家轉成靜音 然後變成教具的一部分 那這樣子其實是 我自己的課堂大概都是這樣子 那我也發現說其實 就是我如果連續講兩個小時 只講同一個主題的話 那可能大家真的到一般 就開始想要花手機 那但是如果現在大家 隨時都可以給問題上來的話 那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接下來就輪到我的問題被回答了 那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有一種 好像是課堂的參與者的感覺 所以手機在這個上面 其實我覺得是滿好的一個教具 那但如果還沒有辦法規劃出 這樣的教材教法的話 就像我一開始講的 你也有一個選擇 就是不准它使用手機 只是說 就要面臨這個 你要規劃出足夠好玩的 能夠滿足它腦裡的 那個多半樣回路的 這個教材教法來 因為如果你不滿足它腦裡的 同一個回路的話 那到半小時的時候 它手就會開始發抖 然後就會 開始想要把手機打出來 所以說 無論如何就是 這教材教法都是一個挑戰 那你可以選擇融入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 比手機還要好玩 但是如果這兩個都沒有做到的話 那就會有一些後座力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技術師證照部分的職種 跟職場所需的脫鉤 學生常常覺得考的完全沒有用 有沒有改善空間 那考試內容需要與時俱進 確實是這樣 就是我們技職教育 現在正在做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把所有的這個實際的證照 跟這個核心的這個職能 我們這兩個部分 教育部跟勞動部 做一個盤點跟對接 那這個工作以我理解 他們已經做好幾年了 應該就是配合新克剛的上路 會有一個新版出來 那所以這些東西都會調整 因為我們本來所謂的數量 數量融入教學 大考中心不知道要怎麼考 所以我們也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跟大考中心就是調試 讓他們知道說怎麼樣去做 數量導向的面體等等 所以他們需要的還是一個很明確的一個MAP 那這個MAP 教育部MAP 勞動部 應該是會如期 就是跟一靈媽課綱 現在我終於可以說一靈媽課綱 會如期完成 因為選前兩天他們審完了 所以需要這個編教科書 終於審完了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應該是可以如期 在明年的九月 就把這個就是新的課綱 變成就是小一國一高一的實際的內容 那在這個內容裡面 至少大考重新對於新課綱這個部分 會去把勞動部教育部重新 互相銜接這個執系 去進行一個重新調整 那在此之前 我都只能用假設語氣來講 但是因為15個群科 最後好像設計藝術群科吧 這個終於現在審定完整了 所以現在就可以用確定句來講這件事情了 那我想要非常感謝我們葉俊榮部長 如果不是他每個週末都在開課程會的話 就是我們不知道 什麼樣子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當初是怎麼樣在聯合國會議上面 沒有問台灣發生 後來沒有遇到PRC的打壓 其實我之前之後都有用過非常多次 這樣子的就是所謂的遠距的參與的一個方式 那具體的過程其實 就是媒體當然 當初其實我們並沒有想要發新聞稿 我們也沒有想要這個變成一個新聞事件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當然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就是有直播的關係 所以就是還是有一些媒體發現了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自己去報導 那當然就是說也很感謝媒體朋友們的肯定 但是其實這個是一個常態型的這種東西 從我入閣前 我就一直在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參加國際會議 主要原因是因為第一個我覺得跳時差很累 所以只要能夠連線的 我大概都不願意這個飛過去 然後第二個是我覺得 飛機造成的碳排放實在是蠻多的 所以只是為了節能減碳的關係 這個就比較不會去就是花時間做飛機 對那這是當時的這個商保 第一次就是爆出來的狀態 那所以我這邊有兩個想要分享的 一個就是說本來這個就是大會規則所允許的事情 聯合國的規則裡面並沒有禁止任何人 帶視訊會議的就是設備 iPad或者機器或什麼進入會場 那第二個是說這個設備本身當然也沒有國籍 它也不需要掩護照 那所以這個設備在播放錄影的時候 雖然這個錄影是兩秒鐘前錄的 但是就是錄影的時候 事實上它的發言規則就是主席然後請人發言 這個人發言的時候播放一段錄影來作證它的論點 那所以錄影裡面的所有的這個講的話 我講的全部的話 以及就是交通部啊 NCC啊 這個各個不同的朋友們講的話 其實都有列入正式的會議紀錄 這就跟你在講話的時候放一段錄影 那一段錄影也會列入會議紀錄 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那所以其實 我當我們在分享就是關於聯合國用具發展的目標 這十七項工作的時候 因為全世界都已經同意要在2030年全球不分國界都要達到這些要去發展的目標 所以只要我們講的題目是Global Goals上面有的 這個是也是大家可以有空可以看一下的東西 這是聯合國的具體的實際上全球目標 那它的好處就是設計得非常精美非常漂亮 所以就包含這個消除貧窮飢餓 然後以及達到好的健康 然後教育 然後平等等等 所有這些東西 它裡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 包含這個免費的國民教育啊 然後各種不同的消除歧視啊 還有就是有數字上面的數感量感啊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在聯合國2015年的時候所有人都通過的 所以只要我在分享的時候 講得非常清楚說 我現在在做的是聯合國用具發展目標 那我作為台灣的數位政委 我在這個促進的是 好比像說17.6 就是剛剛我一直在講的開放時的創新 就是一個國家研發出來到另外一個國家的時候 不是用一種殖民的態度 而是用一種共同創作的態度 或者是我剛才也有提到的 就是17.16 就是各部門的互相合作 或者是17.18 就是去確保中間累積出來的資料是彼此都可信的等等 我只要把它扣合到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目前我都完全沒有受到過打壓 意思就是說 因為打壓就是跟全人類活不去 好像沒有這個必要 對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是不斷地用這樣子的方式去參加聯合國本身的聯合國 各院委員會的以及聯合國周邊會議 那除了那一次直播 這個就是被那樣子 就是有點煽動性的報導之外 那其實其他都沒有受到任何抗議或打壓 那以我的理解 有些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都不會突襲嘛 我們就會告訴祕竹竹說 幾點幾分在哪一場會議 我們會分享哪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我們的工作的狀態 那所以有的時候北京當局的朋友 就不會這個去參加 那所以那一場裡面就只有 這個我的錄音在播放 那但是我們也不會特別去報導說 這件事情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在天安市永續發展目標 它對全球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不會特別去凸顯說 一些就是政治上面的部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目前是非常的嚇人無事 那他們很可能也發現說 沒有辦法這個做任何打壓 因為打壓真的是跟全人類過不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目前是有這個互相了解的一個情況 有九位朋友們詢問說 請問我父母的這個教育方式 我小的時候 我爸他這個給我看很多哲學的書籍 那哲學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小孩他其實 好不像說如果是經濟學或者是社會學 你沒有足夠的第一手的經濟或社會經驗的話 其實是看不到的 但是呢如果是好不像說 道德經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你不太需要很多的社會經驗或經濟經驗 你也可以看得懂就是裡面的概念 所以對我來講這些早期的就是 尤其是古典哲學的這些著作 反而是最早這個看的一些東西 那所以當時就是我爸是 非常講道理的人 那所以他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去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出一個道理來 那我如果講不出道理來的話 那我就只能乖乖聽他們的話 那我如果講得出道理來的話 那就可以找出我的意思去做 那這個就一直到 我好比像說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當時我發現說有群球資訊網這個東西他發明了 大家都把研究放在群球資訊網 就是WiWeb上面 瀏覽器當時才剛被發明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就跑去找我的校長 那就是用我爸的這套教學方式 就是說我去跟我校長講道理 那我講什麼道理呢 就是說校長以前都勉勵我們說 你如果要跟國外的有名的人工智慧的研究大師 能夠一起工作一起寫paper的話 那首先你要這個讀的成績很好 你要考到很好的學校 接下來你要去什麼GRE還是什麼東西 然後要考到他的那個大學 去他的研究室被他收作他的指導學生 然後呢你就可以開始跟他一起去做尖端的研究 所以校長都鼓勵我們要用這樣子的方式來工作嘛 那我就回去跟校長說 可是你看不是啊 我只是做一個很簡單的科展 當時我才過二 那我就可以在全世界看到 這些尖端的研究者 他們PO在網路上的同償審閱的 甚至期寬還沒有登的那些論文 那我就發現說這個論文 我始作出來的時候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他論文裡面可能哪些地方搞錯了 然後我就直接寫一封email過去 那當然我英文不太好 所以我花了很久的時間 才把email寫好 那但是呢 因為他也不知道我花那麼久才寫真的email 他也不知道我幾歲 他就把我當作另一個研究者 所以就是人工智慧的大師 他就可以非常立刻回信 事實上像Hofstadter這位 他還用漢語拼音回信 我們知道他其實會中文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就是說 他就馬上把我當作另外一個研究者 他沒有覺得我只是14歲的一個學生 那我就馬上對他的研究開始做出貢獻 甚至我們就可以開始很快的一起做研究 甚至一起發paper 所以我就跑去跟校長講道理說 你看我可以浪費十年的時間去看他的研究室 或者我就可以現在直接就開始投入研究 實際做研究 那顯然這個後面這個是比較有道理的嘛 然後後來校長就覺得 欸對齁你講的有道理 所以他從那一天開始就幫我瞞著教育局 然後所以我就不用去學校了 然後所以他就就是教育局來問的時候 他就說不知道他怎麼講來說真的 但是總是就是因為當時還沒有在家自學的這樣一個法令 所以當時我這一輩的我啊 曾雅妮啊 還有另外一下有一下圍棋的 大概都是在校長的這種保佑之下 然後就可以自己在完全在校外去展開研究工作 跟你學習工作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受到這樣的教育的影響是很大的 就是說現在任何的小孩 任何的學生 任何的學校只要邀我演講 為什麼他都是來整不去 那就是很具體的這樣分享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任何人對我目前在做研究有興趣的話 我也沒有看他的年紀 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樣態 我就會很就是神重的把他當作另外有研究者在做 因為如果不是當年有那麼多很無私的這些老師們 願意這樣子從網路上面跟我分享的話 那其實我也不敢就是直接就不讀國中了 那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文化的一個傳承 那我想一切都是從我爸那時候說 你只要講得出道理來 這個大人是會聽你的話的 是給我這樣子一個無必的信心 所以我每次想要調整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就直接去找校長講 那校長覺得很有道理呢 所以果然就進行了調整 所以我對那個官僚制度的彈性 其實是非常有信心的 就是講得出一個道理來就可以了 有九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政府的各部門經常要學校來填報 重複的資訊 光一個前瞻技術建設計畫 就填了不曉得多少的問卷調查 是不是有整合的可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確實就是說 像之前的特教評鑑 因為它的評鑑的那個年份的算法 跟學校教學評鑑的年份算法是脫鉤的 那所以這個也會變成說 你在特教那個cycle填過的 你到一般就要再填一次 那事實上每次的各種融入教育 就是議題融入啊環境啊什麼 接下來可能動保也要啊 什麼這些東西在此之前都會有調查 在此之後都會有後策 然後事實上很多你在本來的 校務評鑑或教學評鑑 早就已經填過了 那所以就是要浪費非常多大家的時間 那這個的主管證委 不是另外一證委 不是我 我要先講清楚 但是我有跟萬一討論這件事情 那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調整 就好比像說 特教的那個cycle 會變成跟校務評鑑cycle一樣 這個已經就是送到立法院了 這個是已經預告中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會盡可能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同一個系統 你在這個系統裡面去填爆的 它就會自動同步到別的系統裡面 那這個要教育部裡面的各司 系統之間去做整合 那我們為了這件事情 也頒布了一個叫做 政府數位服務準則吧 GDSG 那這是一個國發會的一個準則 如果你是就是常在做 諮詢委辦或採購的話 那也歡迎你參考 政府資訊服務準則 就是政府數位服務準則 GDSG 那這個東西它的目的就是 希望在我們所有的資訊廠商 建設系統的時候 預先留下一些插座 因為本來的問題都是說 它的系統建設好了之後 就只有這個系統的使用者可以看 它不會覺得別的系統的機器 也是使用者 所以它沒有機器對機器的這些插座或插頭 或者說它有 但是每個的插座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還是連不起來 那我們現在有一個通用的插座 叫做就是OpenAPI 那這樣子的插座是國際通用的 所以我們在新的或者是所有 要改版的資訊軟體的採購案裡面 如果廠商說我只能給人類看 但是我不能給機器看的話 那就會叫做專業評選的那個資格 就會喪失 就是說它就是不專業的廠商 就像是我們推網頁無障礙的時候 說我如果只能給名業人看 但是我不能給行人用點字 或者用聲音合成的方式看的話 那我們就會說這個廠商不專業 它做不到AA級的就是無障礙網頁 那現在我們就是說 機器也是一種盲人 所以就是說你要給機器能夠看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也放在我們的採購法 這個工程會都已經頒布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新的資訊的系統 每一個就可以開始跟其他的都可以對接 那這個實際建制完成可能還要兩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至少我們從現在開始的招標案 從那個今年稍早開始的招標案 都是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 那政府社會服務準則本身也是在實驗中 所以如果大家實際操作起來 有一些想要改的 所以是歡迎讓我們知道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在一年之後 就可以變成所有的政府採購的一個 同用的一個準則 有八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你覺得資訊科技的將來 會有什麼樣子的發展 我覺得資訊科技這件事情 它不是往單一的方向發展 我常常用一個比喻就是說 AI的發現就好像火焰的發現一樣 我們知道現代文明是因為有火焰的發現才產生的 那它做的事情其實就是把我們本來不太有效率的 在身體裡面的消化的工作 一部分東西出來 然後到外面用彼此的方法去做 那這樣子的話 食物才可以保存的比較久 然後大家也可以 不需要覺得說好像 就是打獵或者採集 或怎麼樣子 就是有一頓沒一頓的 而是可以有一個倉儲 然後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食物的處理跟促進方法 那這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礎 那同樣的道理 這個 AI它是把我們 腦裡面的一些 不假思索的一些部分 大比像說 看到文字念出聲音 或者是聽到聲音 腦裡浮現文字 或者是說 等等的這些 不假思索的一些 腦裡的一些中書 把它抽出來 然後變成 我們可以在腦外面就可以做的事情 而且可以彼此做的事情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人腦裡面的 快思的那個系統 越多被移出來 我們人就可以花越多時間 在漫想的這個系統 就是去做綜合判斷 去做價值溝通 去做共情 就是同理心 或者等等的這些部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人的生活品質 或者感受的這個深度 會越來越深 因為不假思索的部分都移出去了 可是這個有一個前提 就是每個人都要能夠掌握 這個資訊科技要如何使用 意思就是說 像以前火焰在某些文明裡面 也是只有祭司才能夠使用的東西 或者是只有 就是少數人才會用的東西 那也有一些這個 歷史上的例子是說 因為火焰使用不善 所以就整個城都燒掉了等等 這也是有的 那但是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現在我們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並不是禁止大家去使用火焰 只有少數人可以用 而是我們從小透過家政課 就開始教大家火焰的正確的使用方法是什麼 讓我們在建築的過程裡面 是把防火耐燃等等這些東西 全部都考 已經考慮到我們的建築工作裡面 所以同樣的道理就是 我們要在盡可能小的時候 就去教說 那這些資訊科技有哪些好的用途 哪有哪些可能被誤用的地方 像剛剛講的媒體試讀啊等等 如果大家腦裡都已經有一套說 那我就是知道怎麼樣 responsibly 負責任的 來使用這些資訊科技的話 那它要怎麼樣應用 其實說真的 它是輔助我們自己 想要達到的社會環境和經濟目的 而不是為了 因為有這個資訊科技 非用它不可 那所以這件事情其實 如果想要看說 我們政府 目前怎麼樣從監管的這個態度 慢慢變成跟大家一起 這個成長的一個態度的話 我們其實有一個專門的網頁 叫做sandbox or 舉點台灣 就是所謂的創新法規沙盒 那意思就是說 當新的資訊科技出來的時候 舊有的法規 他可能還沒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透過新創的這個朋友們 隨時都會告訴我們說 像四輪電動代步車得否比較 二輪自行車上路 3D輔居客製化教學製造 需不需要異彩製造商的許可 居家造物使用平台 實境體感設備 到底算不算一種電子遊行機 心理諮商師 這個如果他透過網路 跟經驗科技師合作 去做一個實驗計畫的話 這樣到底算不算 在單一場所職業 所有這些都是 在有相應的資訊科技發展出來的時候 法規根本還沒想到這件事情 然後呢 在以前呢 其實是按照那個承辦人的 怎麼講 習慣 習慣 就是說他強行想要過一個個案 跟這個有點像 然後呢 這個個案當時不準 那他就可以說不準 這個只需要花一天的時間 或者他也可以稍微調適一下 調適完之後呢 可能他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簽合 然後說這個東西得準用什麼什麼東西 那因為這邊只要花一天 這邊要花七天嘛 那而且公務員都會有一個 不想突離場上的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很容易被告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很多承辦同仁就是選了簡單的那一邊 就是說這個個案以前不行啊 未來也不行這樣 那但是 我們從 就是 就是 陳美玲主委 當國發會主委之後 他就有一個新的這個 法解釋學的一個原則 就是說 法律如果沒有說不可以 那法規命令就 就不能夠做額外的限制 如果有的話 法規要廢止 如果法規沒有限制 但是個案的函式被推及同案解釋 這個函式要廢止 所以他就定了一個 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KPI 就是他們希望每個部會 每週 每兩週廢止或調整掉多少函式 那個變成KPI 所以KPI是負的 就是你每週拿掉多少 不合時宜的東西 那但是 因為這樣關係 各部會就動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然後非常非常多的解釋 在這個Sandbox上面 就可以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就把很多結構性的問題 用這樣的方式去調適去解決 那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這個就是公益目的 就是我們在這樣子調適的時候 不是為了一家廠商或兩家廠商 而是說我們會讓 所以一切都是公開的 在這個多方利益關係 有討論的情況下 然後呢去公佈 然後去讓所有人知道說 我們的法規因此做了什麼樣的修正 那如果有時候是需要實驗的 那我們就會說 那我們給你一年的時間 用你想像中的調適過的法規版本來做 那我們承諾不罰你 像剛剛影片裡面 就是一個社團法人 一個NPO 他想要設立一家子公司 那像這樣子的事情 以前是大公司設基金會很常見 但現在是大基金會或大的社團法人 要設立一家子公司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說 讓你實驗一年 那我們等新公司法頒布之後 我們再來看能不能擴大試用 試辦之後大家覺得 欸 狀況不錯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只要使命扣合啊 這個公益責任揭露啊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NPO也應該可以開自公司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後來就做了全面的法規調適 所以所有這些新的資訊科技 不管是剛剛講的遠距的科技 平台經濟的科技 或者是Fintech 就是金融的科技的出現 我們現在都是採取一個 能夠調適就調適 如果大家還有疑慮的話 我們實驗一年看看 等大家都有第一手經驗之後 我們再來決定怎麼調適 這一種叫做沙盒的 Sandbox的這樣一種概念 那這樣子一種概念 我覺得才能夠讓我們的法規 跟得上這個資訊科技的 亦步亦區的跟得上它的發展 但是我們就確保它滿足的是公共的利益 而不是少數資訊廠商的這個利益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知道說 現在高中跟技術高中學習到的東西 其實到了職場上的使用是非常的低 如何提早倡導學習 網路應用跟世界接軌 現在很多的工作都是醫化 不早學習 而是讀書的話遲早被淘汰 所以感謝這位朋友 把這個我們十二年新科綱的這個總綱的精神 在這邊非常明確地講了一遍 就是說確實我們從99科綱到108也是接近十年 這裡面最大的一個轉變 就是說在99科綱的時候 課綱委員 課發會委員還覺得說 他可以去把十二年的這個藍圖畫出來 但是到我們這屆課發會的時候 我們就一開始就已經承認說 小孩七歲進學校 十二年之後的事情會變怎麼樣 有哪些領域 有哪些科技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我們不是未來學家 未來的學家都沒有辦法預測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與其去要求他建構特定的技能 那可能過了十二年之後這個技能消失了 被合併了 自動化了 都有可能 那這個時候就算他能夠重新再學別的技能 他也會有一種被國民教育欺騙的感覺 那這個是不太好的 就是說我們不希望讓大家有這個被國民教育 就是帶向一個不好用的 或者是實際上無法接軌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次所謂的素養導向教育 是把它提到總綱的level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覺得說 只要大家還願意說保持好奇心 然後跟不同的領域 不同文化的朋友們溝通 那溝通的時候在互動的過程裡面 不但是終身學習 而且是解決對彼此都有意義的 重要的社會環境或經濟問題的 更好的這種方式 不是把別人當工具 是把別人的價值也當作重要的價值 那只要能夠這些是內在的東西 這些東西培養出來之後 那不管新的技術怎麼發展 新的技能怎麼演變 醫化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這邊都會覺得說那很好啊 就是更多的資源更多的材料 來幫助我們達成這些使命 那但是如果我們過度認同到特定的技能的話 那當這個部分醫化或怎麼樣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好像人性尊嚴的喪失的這種感覺 覺得我好不容易練到這樣子 怎麼被機器取代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素養導向在99課程的時候 只是good to have就是還不錯 但是到我們新課綱108的時候 我們課綱委員都是覺得說 這是must have 就是說大家都必須要有這樣子的認知 因為如果沒有 而是還是舊的技能導向 人跟人之間個別單獨競爭力 等等的這種想法的話 其實過了12年之後 這些跑道都不存在了 那幹嘛還在那邊賽跑 其實是不太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所以素養導向教育不是只是口號而已 而是新課綱裡面它變成 我們必須要只注重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注重在別的東西上面 很可能學生到了12年之後 就發現世界已經改變了 所以重點還是 是能夠去自發的去規劃 因應著世界的改變 要取得怎麼樣子的這個 就是學習的模作型態 有9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這個自我學習啊 需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想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還是要扣合 社會跟環境跟經濟 就是因為自主學習的一個好處 就是你要學什麼都可以 但是它有一個壞處就是說 那學習的那個目的是什麼 它常常會變成是 就是學習本身因為很有興趣很有意思 就像剛剛講的多巴胺毀入在那裡 不斷的作用 但是很容易 我們說玩遊戲有一個技能術 很容易點一點就偏掉了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要用來做什麼 所以但是學這個又很好玩 所以就會一直一直這樣子學下去 所以最大的挑戰 其實是會沉溺於學習特定的東西的那個 獎賞報酬感裡面 但是這是很棒的 但是到某個程度上 你還是這個學習 還是本身要有一個社會價值 即使是只對這個事情感興趣的社群 也應該在網路上面去找 不管你覺得是多偏門的東西 在網路上一定有 大概十萬人跟你再有一樣的興趣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還是要去交朋友 然後在交朋友的過程裡面 還是想一想說 那你在學的這些東西 對於這個全世界大家都覺得重要的這些事情 到底有沒有什麼幫助 有沒有可能稍微這個分享 或者稍微去做一些貢獻 那這些因為是這個全球人類的公共願望 所以就是大概一定是能夠找到一些扣合 一些有幫助的 我舉一個很實際的例子 就是說像公民課 這個台灣的公民課的很多老師 他們有這個一個社群嘛 然後共同貝殼等等 那我們有經營一個網路的連署平臺 叫做眾議平臺 那這個平臺 有五千人連署 國家這個各部會 就必須要出來回應 那這個平臺 兩千三萬萬人 大概五百多萬人在用 其實還蠻蠻普遍的 那有一次呢 就有一個提案人 因為我們提案人 雖然是手機加email驗證 但是他不一定要用真名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 我愛大象大象愛我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那這個有一個提案人 很成功的動員了五六千人 然後呢他要解決就是 14.1就是海洋塑膠垃圾 那然後他希望這個 免洗的這個餐具啊 然後尤其塑膠吸管啊 這些東西 能夠這個盡可能的減少使用 那當然他挑了一個 一些還不錯的一些圖片啊 一些文具 那這確實非常非常多人的因素 那當然我們也很慎重的處理 然後環保署也要提案人 然後實際的我們就面對面來討論 一來就發現說 是一個15歲的一位學生 然後然後他說 他會提這個案子 是因為是他的 好像高中的公民老師 他的隨堂作業就是 想要大家想一個能夠 動員很多人的連署案 然後他就去網路上找什麼 有什麼話題 這個能夠動員很多人 然後他就覺得塑膠吸管還不錯 然後他就用了那個題目 來當作連署案的題目 然後就帶著同學 然後一起來這樣子 那當然環保署有關於是大為振奮 就是說 他覺得說 這個一個高中的這個小女生 也能夠講得出完整的這個 永續環境的論述啊 那他們覺得這個下一代 非常非常有希望 那從我們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那這表示公民課 真的滿有用的 就是說 他真的讓大家的這個公民素養 都因為這樣子而提高了 那這個時候就不會只是 他學習怎麼做一張這個海報啊 或者在網路上會流傳的圖片 或者是媒體的編輯的技能 或者是這些技能 他不是很偏門的 好像一路這樣鑽研下去 他學到一個程度 他覺得說 這些技能能夠來動員整個社會 來討論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換成這個 用這個玉米澱粉做的習慣啊 或者是不鏽鋼吸管啊 或這些東西來盡量減少海鋼的垃圾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自主學習最需要的事情 就是說像剛剛的這個 也不知道算不算教案啊 但是就是這個活動 他完全是自發的 但是老師在這邊的重點就是說 把這樣子的能量引導到 具有公民利益的部分去 那這樣子的話學生也是覺得非常不錯 就是他可以把所有的 我們在做環保政策規劃的朋友 全部都認識啊 都見到面啊 然後他整個東西都變成他的 就是學習活動的一部分 有十位朋友們問說 開會是不是也可以用slido 可以啊 這個是免費的 所以很歡迎使用 那我們在行政院內部開會的時候 也使用 甚至像昨天是那個 我們青年諮詢委員會 第二屆委員的這個 第一次的大會 那我們是選副召集員 我們也是直接用slido投票 然後透過電子投開票的方式 我們第一屆是一張一張投一張一張唱票 然後這個選務人員的工作負擔就比較重 那我們這次因為這個 呼應我們想要電子機票的 這樣子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是採取slido 那在上面也有投票的功能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二十二位出席的委員 那因為桌上都有參和嘛 所以我們就是票無選無分開 就是我們印了二十二張 六位數字的亂數的嘛 那六十二張小字條 然後全部都放在參和裡面 那在參和呢 實際擺的就是是亂數的順序 所以擺的人並不是當初放的人 那領票的時候呢 每個委員也可以領不同的參和 所以到最後沒有人知道 那個每個人手上的那個 六位數代碼是什麼 那我們就在這個上面 你輸入六位數代碼 跟你要選哪一個人當副召集人 那這一票就有算數 那別人也不可能 你只貫票 因為別人都不知道 這二十二個六位數代碼是什麼 所以大家就非常快的大概 應該是四十秒左右 就完成了開票的動作 所以大家都覺得說 未來巡物人員可能還是這個 還有一個有救的 就是不一定要這個工作到半夜 那所以Slido它其實有很多功能 那如果有空的話 很歡迎去使用 有十位朋友們想要詢問說 如何面對網路霸凌 以及處理網路霸凌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 我想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就是說接受跟放下 你說面對跟處理 那就是剩下兩個就接受跟放下 那怎麼做接受跟怎麼做放下 我的做法是 第一個是說 接受的這個方式 像我用LINE的方法 跟大家都不太一樣 我只有早上起來看一次LINE 跟下班的時候看一次LINE 就這樣 所以我中間是絕對不會把LINE打開的 那反過來就是E-mail 我是隨時都來看 所以我就是把E-mail當LINE再用 把LINE當E-mail再用 這是有目的的 因為LINE大部分的時候 是在比較小的螢幕上面去進行編修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很難考慮到完整的脈絡 但是不知道那個界面 也不太可能讓你考慮到完整的脈絡 所以我如果快速回應的話 幾乎一定是 我覺得我回應得很快速 可是接收的那一方 其實他接收到的資訊量是相對低 而且去脈絡化的 所以意思是說他在腦裡就會腦補 因為我們可能學過心理學 知道說人有完形 就是格士塔的這個本能嘛 意思就是說你給他小部分的資訊 他會腦補收到網路80 因為網路80它就是建立在一個 腦補的這個程度 遠大於實際的程度的這個感受上面 但是如果你每25分鐘才看一次 或者像我每天才看兩次的話 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受到網路80的影響 所以這是接收端的頻率控制 那還有放下 做起來是很重要 這個感謝聲音老師 這個放下是 要怎麼樣做呢 就是說有的時候 就像我一天只接收兩次 那但是有時候在網路上面就是公開的 然後指名道姓的 然後用一些就是比較 他覺得會讓我不舒服的一些字眼 來進行認真攻擊之類的 那如果我這個長期記憶留在腦裏的話 我時不時的回想這些字眼的話 當然就是找自己麻煩嘛 那就是放不下嘛 對不對 那所以呢要怎麼樣去放下呢 其實這也很容易 我用的方式是叫做精神按摩 就是說就是你這個看到一些字眼會不舒服 一定是表示你以前的長期記憶裡面 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就是像按摩的時候按到一些痛點嘛 會痠嘛 表示那邊有一些糾結嘛 就是我們叫做complex 就是一些情意結 那所以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 我看到一個視覺司機 然後把我的名字聯繫到一些讓我感覺不好的字眼的時候 我覺得先深呼吸口氣 然後呢我會去創造一個不是視覺的新的刺激 去放一個我沒聽過的很舒服的一個曲子 我去沖一杯很香的很好喝的茶 我去這個做什麼別的 但是總之它不是視覺的 它是別的身體感覺 而且它是一種新的舒服的經驗 那其實只要那一天我有睡夠 有睡到八小時 這個新的視覺刺激跟這個新的不同的感官刺激 就會被聯繫成新的association 就是在腦裡面新的聯想 所以我之後再看到這個字眼的時候 我想到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那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在經過這幾年呢 就是基本上我看到網路上任何指名道性的人身攻擊 我腦裡浮起來都是各種很舒服的感覺 就是已經不可能讓我爸爸不舒服了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認知行為治療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其實不需要花多久了 其實人的痛點也沒幾個了 說真的 這個找出了大概十幾二十個痛點之後 每一個都用認知行為治療方法化解 那就可以達到一個就是看到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就只挑裡面有建設性的部分回應 那其他部分都一笑之之 那一笑之之不是因為休養很好 而是因為真的想到以前很好笑很開心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馬上就能夠處理這些網路80的這個情況 但是當然每個人他的心靈的承載的這個平凡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開始那個接受的部分的限制 我想還是很重要 就是你接受到剛剛好你能處理的程度 然後呢你那個放下的部分把它做到能夠寫進長期記憶的程度 那慢慢的其實網路80就不會被你有所影響 那有十一位朋友們問說 目前政府的各部門資料分散是不是曾經考慮整合 確實是啊 我們目前為什麼剛剛說就是政府數位服務轉責的 判定那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會希望說每個部會按照職權還是掌管它的資料 但是尤其在統計資料上面 我們會要求大家全部都整合到同一個平台 目前這個整合可以說已經完成了 它是在一個叫做data.gov.tw 就是政府資料開放的這個平台上面 那這個平台上面它講的就是說 不是只是我們政府裡面 就是大家會想要看到的資料而已 也包含民間希望政府提供的資料 那我們就按照這個民間的那個需求 儘量的去開放出來 好比像說前一陣子好像有 有一些自行的廠商 說這個如果你用它的這個商業自行去做什麼東西的話 它還要收授權費啊什麼東西 大家就覺得相當的不方便 那大家就回來這邊要求我們全字庫的自行 就是CMSEN就是11643的全字庫標準凱述標準送提什麼這些自行 能夠去就是授權單獨授權出來 讓大家能夠任意的使用而不會有版權上面的疑慮 那所以像這個是我自己跟一些朋友一起做出來的一個教學用的網站 叫做蒙點嘛 那蒙點它就是包含筆畫 包含部首然後包含這個就是檢索 然後包含台語 像我花很多時間跟我阿嬤聊這些諺語 然後客家化的諺語 然後還有這個跟就是PRC那邊同時異名同名異史 就是兩邊有這個對同一件事情 但是有完全不同的定義的事情 好比像說蠻有名的這個窩心嘛 這個窩心在我們這邊是一個正面詞 但是在那邊是一個負面詞 那所以等等的這些東西我們都把它整合到同樣的這個網站上面來 那所以任何人他在facebook或在任何地方 他想要分享一段話的時候 他就不用再去找圖嘛 因為圖文可能不符 或者可能有侵犬之語嘛 那所以他就可以在這邊直接分享一段話 那這邊我們用的就是全字庫的楷書 全字庫的送禮 全字庫的撰文 那撰文當然不是每個字都有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別的開放的字型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我們在開放資料平台裡面 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用開放的授權來分享的 所以任何人去用這樣子去做自圖自卡做簡報做這些東西 都完全不需要擔心授權的疑慮 那像這個就是各部會的這個資料整合之後 應人民的要求然後去把它分享出來 那甚至包含蒙典本身也是就是當時還沒有開放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求這個教育部來開放 那在我們的要求之下同樣的就是 但是我入閣以前教育部也願意用開放的CC授權 把國語詞典、明南語詞典等等這些標準詞體學習 等等全部都開放 那這個其實在教育部底下都是不同的單位做 但是當他們都開放之後 民間就給它全部收攏起來 然後做成像蒙典這樣子的一種就是教材來使用 那所以我想一方面是說實際的資料的標準的整合 這個我們已經做到了 應用的整合當然就是要靠民間的朋友們來完成這個實戰 有一個朋友想要問說職場中的言語收入 常常需要穩定收入的情況下而被容忍 要在怎麼樣的這樣的鏡頭裡面來保持良好的心理衛生 當然每個人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啦 所以就是說到某個程度其實真的就應該要開始使用 我們應該是快要送到立法院還是已經送到立法院的那個吹哨者保護條款 那個我覺得還是蠻有必要的就是它是要建立就是大家能夠有效率的匿名的通報這樣子的情況的事情 但是當然重點是說到這個程度以前就是有一些言語騷擾或這些東西 它沒有到犯罪的程度可是真的是讓人非常不舒服 那這個情況下我覺得比較好的處理方法其實並不是單純的要自己的心理衛生而已 而是說去把自己的那個boundary去把自己的邊界用一種不得罪對方 但是又能夠很明確的這個表明的方式去把它講出來或去把它表現出來 那如果對方在邊界已經表明的情況下還侵犯邊界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把它升級到就是後面的這個就是處理的這個方式 但是就是說當然在台灣這邊有一個就是文化就是說 會忍氣吞聲到終於受不了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如果一開始就不忍氣吞聲的話 其實後面也比較不會終於受不了 所以就是說怎麼樣就是confront怎麼樣子去直面一個東西 但是confront的時候是在早期就是還沒有那麼誇張的時候就confront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大家都可以一起想一下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你如果在一開始盡早處理盡早直面盡早面對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付出那麼大的情緒成本 通常都是過了很久之後雙方的情緒成本都已經累積到一個程度 然後最後一根這個什麼稻草還是駱駝什麼這種東西的 才會就是實際發生這個效力 但是事實上就是前面的稻草其實就已經可以先處理 所以重點還是在預防剩餘治療 這個跟我們常照的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就是經常活動經常有社區共同餐 老的就比較慢嘛 那同樣的道理經常溝通 然後用一種比較不衝突的找到共同價值的方法 把自己的邊界表示清楚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等到拖到後面 然後再去用手術式的方法來進行這個處理 那當然後面那個東西還是有必要 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做學校社保護條款這一類的 但是前面這個東西我覺得才是智能的一個方法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台灣有沒有速入式課程 有 其實像跟我合作的那位速入式 他本來就是台灣本土培養的這個速入式 但是仲裁協會是採用了這個速入式的方法 所以其實現在這一新的一批 好像十幾二十人吧 也是有在收尋 那就是前面的那一批 就是仲裁協會的那一批的朋友在幫忙帶 所以就是當然他的一開始的發明者 就是湯亞偉跟我沒有關係 雖然都姓湯 當然是就是PRC方面的朋友 但是目前的實際的訓練跟使用跟什麼東西 在台灣是已經有一條系統 當然人還沒有非常多 但是是台灣本土的這個教育的產生站 有十萬朋友們問說 如何提升青年職場的競爭力 找不到工作薪資太低 執養得起自己 工作換了又換買不了房 而且不敢結婚 這個我想是很實際的情況 我們青年諮詢委員會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在之後也會用所謂的 巡迴青年諮詢委員會的方式 去每一個不同的青年諮詢委員 他們的做社群營造 或者做地方創生的地方 然後實際把各部會關心這個的人們 帶到那邊去看實際的狀況 因為這個的解決方法在每一個地方都不一樣 這個並沒有一個通解 他不是說這個在農業的區域 在工業的區域 在做各種不同的相關的區域 內需服務業比較多的區域等等的區域 是用相同的方式來解決的 大部分解決的方法都是 我們要做出differentiation 就是做出差異化 那這個差異化 其實講穿了就是 好比上說剛剛講17個 永續發展目標 裡面169個子目標 那假設我們把這個看作是 人的發展領域的話 之前的教育常常都是說 你在裡面挑一個 最多雙組只有挑兩個 然後你就把它學到很專精很好這樣子 那但是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給我剛剛講自動化技能的取代的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只是比別人好一些些的話 那其實不是很容易 立刻就派入一個很適合使用的一個位置 因為在那個位置上面 別的累積類似經驗的人 他可能學的沒有你多 沒有你深刻 他經驗比較豐富嘛 那這些位置是無頂的 但是如果我們在學習階段裡面 就已經去結合不同的 就是像剛剛17項目標裡面 你做一個專案 你就結合裡面三四種 那或是169個具體目標裡面 就同時創造出可以解決裡面 七八個問題的東西的話 那這樣子形成出來的就是 C17曲5啊 或者C169曲幾的 那個是獨一無二的 就是幾乎是不可替代的 那當然我這樣講有點抽象 所以我就稍微舉一個具體的例子 那這個是我們在社創中心 有輔導的一個案子 叫做天賦城市 那它也是一些年輕人 然後他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讓接賣者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 但他們採取的方法呢 其實是我們所謂的社會創新 就是說不是簡單點說石頭湯啦 就是不是他們自己來做 而是去結合整個社會的力量 一起來做來達到這個目的 那接賣者應該不用解釋嘛 應該就是做輪椅的一些朋友 那他可能有扣香糖 或者衛生紙等等的一些工作 那但是他們就用正規的商業分析的方法去看 說好比像說我們跟他買的時候 常常不知道這個金流到底跑到哪裡去 他的就是他的pitch 就是他沒有辦法五分鐘跟你講 很清楚說他的價值主張嘛 那第二個就是說他跟你互動 可能是說縣市小姐信心好 那但是第二次去他不一定會記得 他還是講縣市小姐信心好 那這個就表示他的CRM 就是他的客戶關係的部分是有在加強 那第三個就是說他的supply chain 就是他的供應鏈管理 他怎麼樣進到這些衛生紙或者口香糖 他的價格比起他們便利小店 不一定有優勢 所以說其實你也沒有什麼必要跟他賣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不是把他們看作弱勢 就是把他們看作一般的商業團體的話 那大概就可以就是整理出這些困難來 然後每一個都可以 By the way 這些視覺設計都是喜悍而華的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讓人印象深刻 所以就會去找各式各樣子的 像有專門做生活照顧職能訓練的 像人生百味團隊 他們就是可以讓這些朋友們 穿得比較professional 然後有一些比較深刻的互動能力 那他們有很多作曲劇的一型冠軍 所以他們就是去把這個輪椅 改裝成一個很很漂亮的電動車 那這個電動車是一個mobile station 它不但有一個大的易經營運 可以播放工藝廣告 甚至還有什麼紅外線感測器 就是說在不犧牲隱私的情況下 他可以知道前面站了幾個人 他們大概現在狀態是怎麼樣 那所以你就算只是停下來 看個20秒的廣告 你都已經在捐錢了這樣子 然後那是蠻有趣的一個工業設計 然後那還包含幫他們去進貨 像台北市要做公平貿易制度 所以他們就可以去弄一些公平貿易的茶 咖啡啊這些東西 或別的社會企業的產品 變成他們在車上賣的這些特色產品 但最重要的還不是他們一開始幫忙談了多少 我們這個叫商務拓展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東西 而是說當根本還只有一張草圖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想法丟到群眾募資平台上面 那這個我覺得是年輕人現在最擅長的 就是說就是組隊打怪 就是說我自己的技能值很偏沒有關係 但是我就把我想要解決這個大問題丟上去 那當然台灣人都非常有愛心 所以募資80萬就馬上就破表 但重點不是捐錢 而是說你給了錢之後 你就不會想要看他失敗 所以我們在留言板上面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開始有各種想像 他比方說沒有Wi-Fi的地方 可以當網路熱點 他比方說你可能手機就沒電了 那這些朋友們因為這是一台電動車 他可以幫你快速充電 閃電快充 那在充電的過程裡面 他又可以泡一杯公平毛衣的茶給你喝 之類的 那有人注意到這個有儲物櫃 所以他可以放摺疊的傘 所以下雨的時候 他也可以變成一個愛心傘的一個集傘地等等 所以真的就是石頭湯 就是大家就會不斷的加一些料進來 然後到最後大家就發現說 真的跟這些朋友合作 比起你故意跟人在那邊舉牌子 要有用得多 那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不是一個弱勢扶助的這個想法 而是真的把他們當作商務拓展的夥伴的這樣子一種想法 那一旦這個想法改變了之後 這個社會創始一旦完成了之後 其實之後的商務拓展都很容易 因為他就到了一個就是大家都可以在想岩上的這個態度 但在此之前 如果大家還把他們看作神科典需要輔助的朋友的話 這些資源其實是沒有辦法引進來的 那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 綜合各項永續發展目標 因為這裡面有永續的經濟 有環境的 包含這些公平貿易的這些產品 有社會的連帶 有所有這些東西 有科技的這些 這些東西全部加起來 構成這樣一個Proposition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些設計師當然得了這個日本的什麼Good Design 這個前一百大獎之類 那不只是有能見度 而且他有不可去擔心 就是說那其實你很難一下子就找到 有這麼多不同的傳聯網絡的一個人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設計公司就點點善 他就取得了在他的設計界就有相當高的話語權 那也比較不會有說好像就是很容易被取代的這個問題 因為有這樣子的關係人脈跟新人 雖然在他其實只是發起一個全部專案 但是在所有人來講都不會想要看到他失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一下子就可以Differentiate 就不會有就是收入太低啊等等的 這樣子一個很容易被取代的問題 所以大概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處理吧 所以就是說重點還是就是盡可能結合不同領域 不同關懷的這個朋友去結合成一個生態系 那這個也是我們之後做地方創生 就是最重要的一個精神 就是不是只是把幾個行業帶過去 而是說確保這裡面中間連結在一起之後 能夠對當地的文化跟經濟的傳承 能夠有一些就是新的價值出現 有朋友問說請問教府有沒有規劃產學的平台 好像企業提出需求作為專案的主題 甚至完成之後企業提出贊助 台灣當然有就是產學合作的鏈接的平台 如果找產學鏈接或產學研鏈接 就可以找到一些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產業不一定要是大公司 中小企業的話像我們在做AI的發展的時候 就有產業出題然後AI解題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像工業局在幫忙帶著專案的時候 我們是跟像AI Academy就是台灣AI學院這些朋友合作 那他們學生做的練習題其實就是中小企業出的題目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第一個學生他在學的時候是很有成就感 像我們甚至總統府也辦過總統盃社會創新黑客松 他就是像台灣自來水公司說他們有很多老師傅 那這些老師傅呢要聽新的漏水的時候是帶一個像聽證器 他循環台灣要一年半才能夠聽到每一個水管 所以有時候從漏水到被偵測到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把水壓水流量這些資料都分享出來 那就讓民間的一些正大研究所的同學吧 甚至還有我們行政院資訊處的同仁 就是對AI感興趣的朋友們拿了這些數據之後 用LINE寫出一個這個機器學徒 然後讓老師傅可以很容易的跟這個機器學徒對話 然後去帶這個學徒 然後學徒就會告訴老師傅說我已經先聽過了 我覺得這一區大概這三個是比較可能漏 那師傅要不要優先聽這三個 那學徒也可能搞錯嘛 然後師傅就慢慢的去跟他這個就是調教 那但是在過程裡面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他就算做得不完美 他只能省師傅一點點時間 也是有省到一點點時間 你不需要一下子就做得非常非常好 那當然從我們黑客從那三個月之後 據說是節省到了90%的時間 就是說從新的漏水出現到被聽到 只需要花以前十分之一的時間 所以這是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那對於解決我們就是缺水問題是很重要的貢獻 但更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這中間用到的城市的框架什麼都是開放原始嗎 所以在中間用黑客從之後 這組人就跑去紐西蘭 然後紐西蘭的公司呢 他們就沒有跟以色列買那個很貴的私有的軟體 而是選擇跟台灣一起開發 及早偵測到他們的缺水 因為他們本來不缺水 但是現在氣候變潛也開始缺水了 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他們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就等於是也是一個外交的工作 所以在這裡面最重要就是說 需求是實際提出來的 但是呢中間有一個轉譯的單位 把它轉譯成 讓一開始學的學生也有一種覺得說 那我可以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這種貢獻 的這件事情 這樣他完成學業之後 他才會很自然的覺得好啊 那我就跟這個公司合作 我繼續把我做的這件事情 把它做到更好 或者是說這家公司也會覺得說 那我放這些錢過來 他不是只是好像未來某時候兌現 而是在他學的過程裡面 對我就已經有一些幫助 所以像這樣子我覺得才是真的合作了 而不是變成說好像是在未來做投資 而是說我們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這個產出本身 就已經對於這個業界是有價值 可以從何處得知像slido這些實用的網站 有沒有平台會分享好用安全的資訊工具 那是非常好的問題 我們自己辦公室用的軟體 我們大概都在我們辦公室網站 pdis.tw是會做一些分享 那但是這些只是非常少數的一些專案的工具而已 那但是我想還有很多這個網路上面的平台 所以你也可以把你自己常用的好用的工具 打到Google裡面 然後看哪些平台再推薦 然後你可以反向的去搜尋那些平台 那我們自己是在我們的網站pdis.tw來進行分享 我們還有五分鐘 有九位朋友們問說台灣是不是會走向無紙鈔 或無錢幣的這種所謂的電子支付的這樣子一個系統 那當然慢慢的會 但是我們也不一定要趕那麼快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偽鈔的問題並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我們提款機很多 便利商店大概都有提款機 所以當時我們在行動支付的時候 我們要求的行動支付的可用率 要達到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九十 意思是說那些願意用行動支付的 你不要含著它去用行動支付 但是我們並不是說你只要用行動支付 那因為行動支付其實最普及的地方之一是 好像非洲的 像中央之一是在哪裡 肯尼亞奈歐比還是 反正陌生平克 反正之後總是某一個非洲國家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 雷尼亞奈歐比的銀行 就是很少 然後呢 偽鈔就是猖獗 那其實除了透過手機付款之外 沒有任何其他可信的付款方式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行動支付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之前在院裡開會的時候也有開玩笑 也有跟同仁說過說 我們如果宣布從明天開始我們不抓偽鈔 然後便利商店禁止設定還機 那這樣子這個行動支付馬上就衝上來了 可是這樣有什麼意義對不對 就是純粹為KPI的思維 台灣不是這樣子嗎 台灣就是我們如果用電子支付 好比像說Yoyo卡 那那個是因為它比你從口袋裡面拿紙超出來方便 我們如果用行動支付 好比像說我之前有用手錶 Apple Watch的付款 或者是說現在已經有紙環了 就是你可以用戒指就去付款 那是因為它比你拿這個Yoyo卡出來方便 就是說你一定要比較方便才會去用 而不是說只是因為它很潮所以去用 那個大概沒有辦法 留得住多少人了 那但是當然我們政府也是有責任 就好比像說之前那個用指環付款的 就是說你們的那個什麼感測範圍啊 是把它設定在太近了 就是一公分到三公分 那但是其實你指環一定要貼到一公分 其實那個手的姿勢會有點折到 所以它希望能夠放鬆到三公分到十公分 那後來我們也就是從善如流 就去把這一部分的付款的這個規則加以改善 所以意思就是說我們只要不要擋人家的路 那個各種各方面的東西都會慢慢慢慢出來 那所以我們的重點就是我們不要擋人家路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要讓這個可用性是確保的 但是我們並沒有一定要平它的實際的使用率 因為本來就是每個人自己覺得合適了這個習慣才會去做轉換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中間加很多的誘因 好比像說很多人說那我本來是現金交易 其實它就可以不需要付稅 那但是如果它行動支付的話 或電子支付的話就跑不掉了 那它每筆都要開電子發票 那5%馬上就有這個稅的問題 所以我們也在跟國稅局合作 就是說在導入的這段期間 我們是不是降到1% 那1%的話也就有比較多的小商家 願意說好了那這樣稅付的負擔也沒有很嚴重 它只要覺得說這一個就是1%能夠抵掉它 實際在那邊收這個現金 它還是會擋到一些後面排隊的人 所以就是說這兩個一權衡 它覺得還不錯是有賺到錢的 那1%的話他們就會願意倒入 所以我們還是比較是用誘因的方法 我們不會去強制大家一定要去怎麼樣做 那所以大概就這樣子啦 最後一個是說很開心 今天可以來聽演講不同的體驗 那希望有為大家再來不同的體驗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各位夥伴 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唐工委員 來給大家非常精闢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動 不只是座談 是一個非常深入的互動 我覺得是一個不同的感受 我想在座也有很多數我們學校的老師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一個上課的新模式 我想今天這種講座的方式 一定讓我們老師也會有不同的體悟 那最後我會再把這個 今天所有演說 今天所有座談的內容 再重新再整理完之後 包括我們所有的資源 也重新在我們的網路上再重新公告一遍 讓大家 能夠再重新找 那最近可能這一兩天之內在學校網路 那也是真的非常感謝我們唐工唐工委員 我們都用這間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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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不是 我們最後一個 我們要求我們委員 再跟我們一起合照 好不好 大合照 我們再集中 集中一點 然後請阿杜來幫我們帶一個大合照 謝謝 謝謝 好 就是再往前這樣 往後照就可以 盡量集中 好 夫人 謝謝 謝謝 謝謝